我是紫衣 今天来到军事基地 这局我们玩的是套种作战模式 前面直接拱过来一辆车 可能是想救他的队友 这个人应该吓一跳 刚下车就用枪直接打他 小心一点 先拿下98k 一局98k还是非常有作用的 看似周围没有人 毒也已经都缩了 没想到还这么多 这都是藏着的呀 来到房空洞附近 有个摩托车过来找他 这扫着扫着又过了一个碰瓷的 那你队友跑了 你留下吧 这时候注意一个细节 不要直接补掉 那队友可能会停车就像这样 那只要停车都好说 两个人都要交代在这里 一个不剩 他撵过去 有点残忍啊 小孩子不要看 其实这两个小兄弟应该很绝望吧 好 被掏了这么多包 什么 前面有个人光明正大在呼救队友 这小老弟知不知道刚刚的举动非常的威胁 来给他跳一波今年最流行的舞步 跳完之后看他无动于衷 那我们直接放他走吧 其实这是一位小朋友啊 还是比较友好的 我直接放他一码 他队友如果来救的话 完全OK 来这里蹲一下空头 听到有抽声直接站起来 发现是一个毒狼 这个人应该决赛区不敢再这么捡空头了 刚刚放过那位兄弟一码 应该是可以被救起来吧 到绝代区院 这个人看着呆头呆脑 直接停下车来跟他打 虽然非常危险 但是很透窍 最后还剩下两位小兄弟 这应该就是刚刚我们放他一码的 来绝代区院跟他们拼一波拳法 即子依一打二的话有点劣势 但是仗在子依是三级头三一甲 并且饮料全满 来再给他跳一波舞步 我都被我自己迷到了 我还是那么的优雅 我依然还是我 救起来之后再来一波吧 这小兄弟再次倒下 他这个队友感觉不敌我呀 喜欢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